你真的会有男性的 男性的女性 女性的女性 女性的女性 母亲 这几日在长街上 老有人才被带走 儿子都看见好几回了 永皇 你就好好念你的书 这事跟你无关 是 是 请贤主安 请大个安 皇上请贤主 速往养性殿一趟 闲人物丹 母亲 你等我回来 王亲在皇上面前 诉说了一通 奴才也不知什么事 只知道 皇后娘娘也到了 那快走吧 皇上 皇后娘娘 贤妃到了 臣妾给皇上 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贤妃坐 是 王亲啊 奴才在 你把方才和朕说的 跟皇后和贤妃再说一遍 喳 奴才奉皇上之命 彻查六宫流言之事 都说最早流言传出的便是 严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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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明见 永和宫内夜所见 臣妾并未对任何人说出疑字半句 皇上 奴才把那些传不流言的人 都带来了 请皇上明察 传进来 这 奴才叩见皇上 皇后娘娘 贤妃娘娘 我问你们 最早是在哪儿听说玫瑰人那些不甘不敬的话的 奴才最早 是经过延禧宫的时候听说的 最早 最早是什么时候 就是玫瑰人生产的那一夜 也就是说 皇上和本宫 还有贤妃离开之后 宫中 便有流言了 是 听严离宫谁说的 说的什么 奴才对严离宫也不太熟悉 大黑夜的 也没听清楚是何人所说 但是奴才 确实是在严离宫那儿听说的 你这话说得无凭无据 不清不楚的 皇上 臣妾确实未对任何人说出过一字半句 这就齐了 人人都说是从延禧宫传出来的 可贤妃娘娘偏说 只字未落 你口口声声咬住本宫 有何居心 往前 皇上 你不认识 皇上切勿动气 龙体要紧 臣妾也觉得贤妃不会是有意而为 朕也觉得不是贤妃所为 只是这流言所指 朕不得不细查 既然此事要彻查 那贤妃卷入其中也不太妥当 不如让贤妃暂时不要出入延禧宫 等事情查清之后 再还贤妃一个清白 查便查 只是贤妃不许禁足 皇上 皇后娘娘说的是 臣妾身陷流言还是避开得好 贤妃 皇上 臣妾自寝禁足远离是非 而且臣妾相信皇上 会还臣妾一个清白 可以 李逸 时代贤妃下去 喇 臣妾告诉大家 冬日苦寒 闲主暂居延禁宫躲避风霜也好 外头的事有奴才在 王清为了传言之事 十分费心 连新婚的连星都顾不上 这其中必有蹊跷 你即刻去找连星打听打听 看看能不能打听出些什么来 奴才明白 我走回去 给贵妃娘娘请安 贤妃这是 皇上在里头呢 贵妃请吧 姐姐 姐姐 到底出了什么事 怎么宫门都给关了吗 你别担心 是我自己自愿进走延禧宫 这阵子你还要多照顾永皇 别让他太担心 这日子才刚好起来 怎么又开始不安生了呢 有些时候不出去 不一定是坏事